表面上看来很明显的这种考点 比如说B句的并列结构 对吧 橘子苹果香蕉 这种很明显的并列结构 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到 它是不是对的 那么看完这个以后 你不能就是说 轻易的就让它放过 你还要继续画出它的主卫冰 画出它的主卫冰 然后注意细节问题 现在考试呢 跟以前不太一样 大家好 这里是Peter亥语 我是郭老师 关注我 不迷路 今天我们继续HSK六集阅读 第一部分 找病剧的实在练习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问题吧 一共有四个句子 这四个句子呢 都是比较短的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了 短文章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就是我们的心理的压力 也是没有那么大的 好 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问题 A 树木不但能提供氧气 而且是造纸的原料 B 橘子 苹果 香蕉等水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电影的发明 让人们第一次可以真实的实现活动的生活场景 得 长期从事一种工作 会让人感到无聊 而无聊会让身体感到疲惫 好 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四个句子 它的考点都是什么 A句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对了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关联词 不但而且 对吧 不但而且 好 那么先从最基本的不但而且去入手 不但而且的时候 主语是一样的 所以树木放在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看树木提供氧气 树木施原料 关联词没问题 成分也是没问题 词语使用没问题 所以A句没有问题 听懂了吗 好 B句 橘子苹果香蕉等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关注的第一个是什么 并列结构 名词的并列结构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注意什么 它们是不是一类的 橘子苹果香蕉是不是水果 都是水果 所以并列结构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动词含有水果含有维生素 主为冰 成分没有问题 没有特殊语法现象 那么丰富的维生素 丰富这个形容词也是使用没有问题的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区分什么丰富和富裕 就是说 有说富裕 注意丰富和富裕这两个词 它的区别 那么在这里B句没有问题 好 然后是C句 电影的发明让人们第一次可以真实的实现活动的生活场景 那么这一个句子呢 是什么 对了 对了 监狱区 监狱区的最基本结构就是A让B怎么样 对吧 我们先从监狱区入手 监狱区的A是什么 电影的发明 让 然后B是什么 人们 人们怎么样呢 人们可以实现 对吧 人们实现什么 场景 这样的 好 然后那么人们实现场景 实现场景 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啊 这个有点奇怪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道题呢 虽然在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监狱区 那么我们从监狱区入手了 但是它又具体到监狱区的B后边的动兵结构是不是合适 实现场景这个动兵搭配不合适对吧 我们可以什么实现目标 实现理想 实现什么活动啊 都可以 所以在这里 它是动兵搭配不合适 那么我们是实现什么什么活动 可以这样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看电影 生活中的场景 在电影中展示出来 对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人们实现生活场景的活动 真实的实现生活场景的活动 就是实现什么什么活动 所以C句这个它考试的时候 我们关注的是监狱区 然后其实我们应该去再去分析一下B后边的 就是卫语和宾语这个一个句子 卫宾他们搭配是不是合适 所以C句在这里呢 就是这个搭配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们就是把C句放在这里 好 那么C句是不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只能就是说给自己一个60% 70% 甚至更高一点90%的可能性 它是错的 好 那么我们还要去看一下德句 德句 长期从事一种工作会让人感到无聊 这又是一个什么 监狱区对吧 A让B怎么怎么样 而无聊 而是一个连词 在这里是一个转折 而无聊让人 又一个监狱区 A让B怎么样 这样看的时候呢 德句的两个监狱区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无聊 长期的从事工作让人感到无聊 无聊让什么 身体感到疲惫 这个监狱区呢 比如说B句的并列结构 对吧 橘子 苹果 香蕉 这种很明显的并列结构 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到 它 是不是 对的 那么看完这个以后 你不能就是说轻易的 就让他放过 你还要继续画出他的主卫兵 画出他的主卫兵 然后注意细节问题 现在考试呢 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考试的时候都是考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考一个大框吧 比如说我要考监狱区 他可能就单纯的就去考监狱区 但是现在呢 就像C句的这种情况 考的是比较普遍的 表面上看 我是在考你监狱区 但是在细致的去分析 我们应该在分析监狱区以后 再去细致的分析什么 词语搭配 或者是成分缺失的问题 这个才是就是考试的这个趋向 它就是越来越细化了 而不像以前 监狱区 你关注监狱区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那么其实呢 说实在的 考试呢 它就是一种什么 综合性的一个练习 你不能就是说看到监狱区 我们就去研究监狱区 对吧 就是说看到监狱区 我想到监狱区 然后同时我还要考虑 其他方面呢 要综合的去考虑 绝对不能就是说 一条道跑到黑 只关注这一个 而不去关注其他考点 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实战练习 到这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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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